而这回中共大动作的绕台军演 不只使用了火箭弹朝台海狂轰猛炸 甚至还发射了11枚的东风导弹 对此北京政府放话说 是因为美台勾连挑衅 所以才会被动的反击 不过我国国防部表示 已经运用了各式的坚针机制 及时掌握到飞弹的发射动态 正人欲龙场面震撼 一颗接着一颗火箭弹划过天际 朝台海打过来 共军绕台军演还不止这火箭弹 出动了东风系列弹道飞弹 等到佩洛西离台之后 中共随即展开动作 射程超过600公里的东风飞弹 向台湾东北西南周边海域 一连发射了11枚 还有多管火箭炮 则是朝台海进行发射 我们圆满完成了 在台湾海峡远程火力 实弹射击任务 达到了预期效果 共军放话对特定区域 进行了精确打击 然而我国对于北京政府的 一举一动也是全程紧盯 国军运用各种预警 坚针的机制 即使掌握发射动态 也启动相关的防御系统 国军马祖乌秋东颖等外离岛地区守军 已经开始强化戒备 不过大陆外交部却只称 之所以进行军演都是被迫不得已 才这样做 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的勾连挑衅 严重的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中国只是被迫防守反击而已 军演首日不只是炮火连炸 就连官方发言也展开交锋 TVB新闻洪富华张科台北报道 大陆的环台军演 我是黄兴化 我们观察到最近对岸官媒直言 要卡死台北以及台中高雄 主要城市的海空交通 希望这次的军演可以达到 封锁台湾的演习效果 不过陆委会表示 正告北京当局立刻放弃报复 并且呼吁国际社会 要正视北京的野心 4号中午12点 中共宣布所谓环岛六区军演启动 两个小时后 微博开始流传 各地海边疑似远程渡关火箭 发射影片 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4号下午 中共官媒公布最新画面 说这是共军东部战区 发射东风飞弹 还有电脑动画 描述飞弹落点 其中一部分位在台湾海峡 另外还包括台湾东北部海域 花莲以东海域 跟恒春半岛以南海域 8月4号13时取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部战区陆军部队 在台湾海峡 实施了远程火力 实弹射击训练 我们国防部立刻回应 继续掌握动态 启动防御系统 强化战备 并谴责中共破坏 区域和平的不理性行动 台湾人民也绝不会驱从北京的文攻武吓 我国军严密戒备所谓国土捍卫主权 立即放弃恫吓报复手段 正是两岸互不隶属的现状 和平对话 化解分歧 中共不仅秀出战备画面 进行宣传战 官媒还找军事专家分析六大区域 各有不同的演习想定 平潭岛的东部这个范围呢 正好是海峡两岸最窄的地方 北部和东北部呢 可以说是靠近台湾的这个基隆港的外海 等于是直接可以封锁台湾的基隆港 东部这个区域呢 可以说是正好是靠近台军的两个重要的军事基地 另外肯丁的东南海域是封锁巴士海峡 西南高雄外海则是创着左营军区 不过同时由美军批掰海上巡逻机 从巴士海峡一路朝共军西南演习空域飞行 只有海上巡逻反显作战能力 中共围台军演之际外媒访问北京市民 正好借着这机会把台湾包起来 这个梧桐可能会更快一些吧 台湾和中国之间和平肯定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事 肯定不希望因为佩洛西到了台湾就促使我们那儿发生一些自己民族内部的这种战斗 我们陆委会表示中共借机声势挑衅 曝露其挑战国际社会秩序的野心 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北京的意图 我国政府也让以事态发展 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而我国的航港局也是近台湾东部花莲外海 又新增一处演习的高危险区 所以不断广播提醒渔民要避开中共的演训范围 不过由于台海的情绪升温 在宜兰大西渔港的渔船渔民 也疑似在钓鱼台附近 募集到大陆的军演正在进行炮弹射击 远远看过去外海出现疑似好几枚炮弹 击入海中的画面 这也是位在钓鱼台附近海域 上午11点多大西渔港的渔船出海 渔民拍摄到疑似有炮弹射击 怀疑可能是大陆军方炮弹演练 对此国防部还在查证当中 他们真的很害怕 而且他们真的是有影响 我们头层这边都是比较近海的 但是他像有的就是会比较外海 像那个钓那个透抽 那个遗场就是比较靠近 靠近他们演练的那个 说真的说不怕 其实心里也会害怕 大陆大动作军演 渔民怕有危险都提早返港 甚至不出海 大西渔港渔船为了捕捞透抽 跑到较远的钓鱼台附近 意外发现拍到这样的画面 渔民更加紧张 花莲渔港也发布广播 请渔船避开中共演训范围 主要是航港局收到消息 又新增一处演习高危险区域 不止渔船受到影响 国立台湾大学研究船 新海研一号也遇上共建关切 当事人在脸书发文 三号出海东部执行研究计划 被共建055驱逐舰逼船 隔天早上就接到海巡 跟外交部电话 要他们返航 以免发生危险 海巡署针对台湾研究船 渔船以及赏金船等出海游客 都有广播劝导 不要靠近中共演训范围 这回中共在台湾周边 七个海域军演 让渔船业者不免担忧 TVBA新闻简纳成高中 黄金芬宜兰兰花莲报道 而佩洛西访台之后 引发后续大陆报复的效应 除了政治层面 军演甚至在外交上面 学者都担忧会有进一步的打压 不过现在军演还在进行 又学者在盘点佩洛西访台 是不是比1996年的台海危机 还要糟糕 认为中华民国政府 是不是丧失了主体性 任人摆布 更多的内容交给允熙 美国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访台 台湾国内是各方意见都有 特别是他日号抵台 大陆随即就宣布了 4号到7号说 要在台海周围来军演 也被认为说 这是不是第四次的台海危机呢 由蒋伟国创立的 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 他就认为说 这一次台海危机 可是比上一回 1996年还要糟 1996年那一次台海危机 是怎么造成的 主要是因为前一年 95年的时候 李前总统访美 而96年是国内第一次 民选总统 这一次怎么会比当年还要糟呢 张静认为 因为这一次 佩洛西要来 台湾是连拒绝的 勇气和担当都没有 怎么会这样说 他认为说台湾似乎是 美国正任务表演的舞台了 台湾是不是丧失了主体性呢 张静也认为说台湾要在美国跟大陆之间夹缝求生 他认为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张 这样才有跟大陆周旋的本钱 还要观察环台军演正在进行 那么美军的动态 先前一路护卫 佩洛西的美军雷根号航空母舰 证实正在菲律宾进行证物 而作战保护的范围就包含了台湾的东南海域 而且不止雷根号 美军一架RC-135S的导弹观测机 上午也从冲绳起飞 准备对中共的实弹射击做出请搜 美国中印议长佩洛西前脚刚走 解放军就在台湾周边实弹演习 由于日本也受到影响 出面谴责中国 特に我が国の近海に訓練区域が設定されており 仮にそのような場所で実弹演習を行うのであれば 我が国及国民の安全保障に影響するもの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 担忧解放军真的動武 先前一路护航佩洛西的美国雷根号航空母舰 证实已经在菲律宾海執勤 并派出F-18超级大黄蜂战机 挂上实弹演练起降 作战保护的范围包含台湾东南海域 中国智库紧盯轨迹 发现美军还派出RC-135S导弹观测机 从冲绳起飞 似乎要对大陆实弹射击做擒 国防部證实解放军周四 已经对台湾周边海域发射多枚冬风飞弹 但CN分析认为大陆不排除也会出动 白宫多次警告中国不要升高局势 就怕习近平若误判 不止台海发生冲突 整个亚洲都有危险 但大陆一如预期 在佩洛西离台后扩大军事 恫吓完全无视G7的警告 TV新闻综合报道 而共军实施军演 和航特部例行性的演练时间非常接近 在屏东恒春机场 今天就有数十架的阿帕契 直升机与黑鹰直升机集结 而接近下午时分 恒春机场两架阿帕契直升机 也升空巡航 疑似就是为了因应军演 阿帕契直升机升空 沿着机场周围空域山区绕圈巡航 4号依照军方重兵部署 上午11点左右超过10架阿帕契眼镜蛇 已经从台南归人基地飞到恒春机场 航特部说这是年度例行性训练 这次例行性训练规格大升级 多架阿帕契待命F16增加架次 看得出台海紧绷氛围 嘉义水上基地跟台南仁德基地 以及恒春连训基地都加强戒备 因为对面海域就是解放军 在南部实弹军演的区域 跟小琉球的距离仅仅只有9.5公里而已 当天下午1点40分直击阿帕契制空 但是就在1点56分的时候 解放军向台湾东北部 以及西南部周边海域发射了弹道飞弹 接着下午2点着阿帕契起飞 巡查任50分钟后返航 当时恒春机场还停了两架阿帕契 跟瑞院无人机留守 民众无奈但也都清楚 所谓的例行性训练 是在防范对岸突袭 以前演练前一两天才步炮 这一次提醒了好几天 又逢大陆宣布七门踏户演习 明显感受到台海危机 其余备的新闻电 武汉李战胜 李财尹 松家军 SNC小组评 东厂报道 而大陆的军事威胁 是朝台湾的北部 南部东部 以及离岛的周边 发射了11枚的东风系列弹道飞弹 而国军事运用了各种预警的 尖针机制 及时掌握了东风飞弹的发射动态 而国防部也启动了相关的防御系统 强化了战备整备 把原本的兵力为连级的战斗队 提升为人数较多的营级特决队 战机轰炸机接续起飞 这是大陆央视公布的演习画面 宣布解放军东部战区已经完全部署 我舰以一令抵达 台岛移动 预定海域 完成海上警戒 封控不适 下午1点56分到4点 中共朝台湾北部南部东部 乌丘东营等离岛周边地区海域 发射11枚东风系列弹道飞弹 国军运用各种预警监侦机制 及时掌握发射动态 启动相关防御系统 并且强化战备整备 国防部强调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大陆发射东风飞弹 台湾也开始实战操演 国防部已经训令长城预警雷达 及具有反弹道飞弹系统 进入实战操演 像汉光演习战士的天宫三型 及爱国三型飞弹部队 属于防御型飞弹 那我们只能做观测 你的雷达系统 还有你的原程长城雷达 可能抓住它 它从哪个地方发射 我们这次没有做 没有做因应 我们爱国者三 跟天宫三型的飞弹 它是反弹的 那我们并没有去拦截 如果拦截的话 我们这边会迎击的 那就双方就有点交战的状况 就怕冲突一触即发 现在国军部署也提高层级 那整个营带命的话 几乎就是 整个基层都动员起来了 因为以前只是连是小单位 关于到游战转战 我们怎么办 那所以我另外已经到营级带命 国防部也将原本兵力为 连级的战斗队 提升为人数较多的 营级特遣队 不过战备状况 维持在经常战备时期 如果提升为防御作战时期 恐怕会开启战争 目前仍然着重在防御 针对中共频频动作 国防部强调 三军也将协力维护国家安全 TVBS新闻周遇 风速配与台北采访报道 而此次中共军业 地区距离台湾最近的区域 就是小琉球 TVBS新闻团队也登船 前往外海之机 虽然海巡署表示 其实当地的港口进出 一切都是正常的 没有特殊的管制 但是实际登船之后 海巡人员就先口头提醒 即使在安全范围之内 也同样要注意 那么如果有舰艇 想要驶入外海 他们也会无线电广播 提醒进入危险区域 要求大家返回 一上船准备出海 海巡人员就先提醒 共军军演实弹射击第一天 船距离小琉球只有9.5公里 原本预计往小琉球外海 遇上逆风掀起大浪 难以前行 如果要看不到小琉球的话 我们就超级 132度 在上方的 纺辽嘛 那边就对 那边就纺辽嘛 就在我们的东南方 与船长讨论过后 决定转往另一处军演区域 东南方的方辽外海 航行一段时间后 海巡舰艇靠近关切 从小琉球出海航行将近50分钟 而现场看到呢 有两艘的海巡舰艇呢 则是靠近呼吁 因为共军演习 希望船只们要特别注意安全 而他们也在台湾的海域 进行例行性的巡防 目前在南边一点的地方 有那个中共可能是军演的 跨定军演的区域啊 那就是你们尽量是不要靠近 那个地方比较好一点 这边还是安全的氛围 目前还没有在他们军演的 跨定的区域里面 无线电广播才刚讲完 令骚舰艇靠近直接喊话 实际航行大约15海里 也还在24海里的范围内 并没有违规 只是中共军演演习 牵动台湾周边海域的安全敏感问题 尽管没有限制港口进出 海巡船航艇警戒的积极程度 让海上直击想一探对岸军演 还没有听到炮击声 先感受到不寻常的紧张氛围 TVBS新闻 徐晋红 赵丽 宋佩文 屏东报道 而这次中共在东北角的演训区域 距离本岛大约只有10海里 那么TVBS采访团队呢 也在海上近距离观察 再者我们出海的船长就说 这一次的军演恭喜他20多年前的回应 96年飞弹危机时 他曾经看到对岸东风导弹的轨迹 现在非常多的船 其实都有在跟着这个动态 如果发现这周遭有什么危险 他们都会特意来避开 出海航行密切注意海上动态 中国大陆解放军 4号中午开始在台湾附近海域 进行军事演习 实际来到东北走外海 似乎能够感受到紧张氛围 暑假民众抢着参加的水上活动 因为演习取消了不少 船长感受最深刻 而这一次也让人想到 1996年的台海危机 跟这一次大陆军演范围比对 东北走的部分更加靠近了 当年就有民众在富贵角 看到共军的飞弹踪击 这一回更加紧张 看看实战操演范围 距离三雕角只有19公里 而记者所在的基隆宇一带 也不到50公里 这范围已经进入了 台湾的12里领海区域 对岸的不晓得应该是舰艇之类的 舰艇 对对对 昨天刚刚脸书看到了 所以确实是他们真的是有船艇出来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才刚离台 大陆动作频频 军事挑衅恐怕也只会越来越多 国军如何加强应对 还有所有的情势变化 都值得持续关注 PBS新闻 刘力成 庄凯与黄凯敬 基隆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最新消息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已经结束南韩的行程 晚间她的专机飞顶了 东京的恒田基地 要展开第五站的行程 而就在台北晚时间 晚间8点50分左右 裴洛西的专机降落在东京 美军驻日的恒田基地 我们掌握到的讯息是 裴洛西会休息一晚之后 当地时间明天早上8点钟 会前往首相的关顶 跟首相岸田文雄共进早餐 不过由于大陆的实弹射击 也打到了日本的经济海域 日本方面证实有五枚 就落在海域中 已经明显感受到威胁 所以岸田文雄跟裴洛西会面时 势必也可能会针对 现在的台海局势交换意见 但是刚刚稍早 日本已经透过了外交管道 针对飞带落到经济海域的室友 向北京调查抗议 大陆的军演包围台湾 军事专家认为为了报复 共击不排除要派出无人机 来飞越台湾本岛 继续交给雨昕 裴洛西访台 前脚才刚落定 大陆就宣布了演习的计划 被认为根本就是对台湾 施压跟报复 而大陆解放军空军的装备专家 他也提到说 其实以往共击扰台 基本上就是在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擦边球而已 从来没有飞机飞越台湾上空的 而这一回军演的地区在哪里呢 除了大陆公布的六个之外 今天航港局也公布了第七个 可以看到有三个 基本上就是在台海东侧的 所以如果真的试射飞弹的话 势必是会跨越台湾 而这个解放军的专家傅前哨 他就提到说 不排除会派出无人机 越台飞越台湾 另外一个也可能变成一个定席的演席 他也提到说 如果台湾继续踩红线的话 他认为大陆对台湾施加的军事压力 是一定会越来越大的 不过国内呢 其实国防部是没在怕 国防部说 备战不等于求战啊 目前都是在严密监控台海当中 而说到了无人机 今天军演是绕台的 不过在金门也不平静 因为发现了大陆无人机来侵扰 军方立刻设计了信号弹市井驱离 并且保持战备警戒 并且实施掩蔽的作为 军方手持枪支对空发射 灰蒙蒙的天空中 清楚可见从枪支发出的亮光 三号晚上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 就是使用和这支同型号的信号枪 对大陆的无人机发射信号弹警示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三号傍晚离开台湾 但就在晚上九点和十点左右 金门后雨和北定地区 两度发现有不明飞行器进入管制区 军方经过比对 这飞行器应该就是无人机 而无人机一升空 金防部就立刻监测到 当无人机一进入到管制区 我方立刻发射信号弹市井驱离 对方也马上掉头离开 事后部队及标准作业程序 涉及信号弹市井驱离 无人机一随即飞离我防空识别区 后续本部人将持续严密掌控周边动态 金防部指出 虽然最近两岸局势比较紧张 不过金门地区并没有提升军事戒备 一切按照原本的防备 即便这次共军无人机侵扰 是金门首度出现的毒发状况 但官兵非常激紧及时处理 也是金防部第一次发射信号弹 金防部也表示 防区运用联合勤奸针手段 可以掌握周边的动态 而且营区设施和阵地卫装 都依照规定实施 如果遇到突发状况 是有能力可以及时因应处理 国人可以放心 TVB的新闻 陈平乔中永轩金门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境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